感恩导师 感恩全球的超马家人 以及现场所有的超马朋友 新朋友 加入的朋友 大家晚安 我是慧亚 我目前的工作是在台北市立万方医院 我是做麻醉科的工作 那刚刚学姐已经讲了 这26年来确实是我一直寻寻觅觅要找的路 那其实我是在105年的4月1号 那一天是什么节 没错 我在那一天有人跟我分享 其实他不是分享书 他只是跟我说 你相不相信英国 你相不相信灵魂不灭 我说我相信 因为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 只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结果后来呢 他就跟我说 他有一本书要跟我节约 超级生命密码 那我当然很开心 那这些过程我就不再赘述了 那我想说 今天晚上我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把各位留下来 因为这首歌 它进了我两年前的那个情境 我不是因为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感动了我 我是因为这首歌感动了我 因为两年前 我开始接触超码 我开始分搜寻导师所有的音档 我没有想到 这首歌给我很大的震撼 听着导师的歌词 他并不再告诉我 孩子 这条路 你已经走很久了 我知道你走得很辛苦 我非常地感恩导师这条歌的视线 因为他深深地打动我的灵魂 他让我知道 这是一条我必须选择的路 也是我这辈子逃不掉的路 因为我26年来 我一直在搜寻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 我这辈子赚了一半以上的钱 我全部都花在找这条路的路径上 其实家里的人真的不太能够感觉我 但是我曾经跟我老公说过 这是我真的想要找的路 哪怕你们没有人能够解我了解我心中的痛 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地找下去 所以我非常地感恩 105年的那个千惠 我是因为他跟我买咖啡豆 他跟我分享的这本书 才让我找到了我的千年恩师 我非常地感恩我的父母 因为父母给我生命的舞台 我非常地感恩他而生的导师 他给我灵命的舞台 105年的5月28号 我第一次听导师的讲座 那时候很奇怪 他在台大尊贤会馆的旁边的一个学生活动中心 我记得我那时候下去听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讲座 但是在我听的当下 我就是不停地哭 我想左右的人也觉得这个小姐很奇怪 坐在那里听讲座会竟然一直掉眼泪 之后呢我就开始搜寻老师的相关问题 真的就是这首歌非常地让我非常 我坐在电脑前我真的是放声地大哭 哭完之后我就开始搜寻了精英 那个现在过去叫做的读书会 现在的精英会 我也非常地感恩当时的超马家人 陪我一路走过来 因为我利用两年的时间 我这条路的心我没有退转 其实两年当中的载浮载成的过程当中 我曾经问我自己 我究竟要什么 我究竟在找什么 我也曾经有退转过 但是因为我参加了精英会 我参加了很多朋友大家的共振 让我在这条路上我并没有退缩 然而在我这条路上 我会更加地用我的自己的能量 跟我自身的能力 我去做一个爱与感恩的分享 我的分享没有任何的界限 今天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都愿意去跟你分享 因为在超马这条路上 他让我找到了爱跟感恩 真的你我有用感恩之心 你才能够去化解所有你面对的困难 你我有真正打动你内心的感恩 你那个爱才是真的爱 当你愿意真爱的同时 你绝对会是大爱 不是小爱 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自转 我们先转起之后 我们才能够去帮助他人命运的翻盘 那其实真的在我自己身上很多的视线 我讲真的 三天三夜说不完 相信吗 你们愿不愿意留下来听三天三夜 谢谢 我真的希望说你们今天来听到超级神秘密码这一个系统 我希望你们把心门打开 把今天你听到你的每一个人分享的感受 记在你的心里面 这就是爱的能量 爱的共振 老师昨天才讲过超级不是任何的宗教 我刚想到一个叫做 哭到有点忘记了 叫做 我刚前面那个爱 我刚有连接到一个东西 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 感恩的思俗 我们是一个文教机构 我们没有任何的宗教色彩 他是一个导师系跟教育 教育我们的一个领导者 只要你真的愿意相信他 实修实练当中 真的能够翻转你的生命地图 那其实因为本来今天要准备四宗照片 我自己的蜕变 我相信很多认识我的超马家人都知道 我的容后改变很大 我过去是一个非常刚烈的人 然后甚至可以用托腹骂间那种 四个字来形容 都知道我的脾气有多么的暴躁 但是现在因为融入了爱跟感恩当中 我的做事 我的行住做过之间 我会去察觉自己 我会尽量用感恩之心放在心里面 因为我为什么 我要当一个超马人 我要当导师 一个学生 我要见证超马在世人上面前所有的视线 我是不是要把我改变我自己 当我改变自己的同时 我散发出来的能量 别人就能够感受得到 所以我很喜欢去做陌生分享 陌生式的去接应 因为我觉得在整个修行两年的路上 我觉得我有自信 我有自信的是把这个爱跟感恩的能量 散发给所有的人 那超级神秘密啊 不是宗教 但是它是什么 它是正负能量 有人想说 来 超级神秘密嘛 它就是一个能量 一个正能量跟负能量 当你的正能量大过于你负能量的时候 你是不是每天都会把洗充满 当你的负能量高过于你正能量的时候 你每天都会痛苦不堪 那负能量是什么呢 忧郁 忧郁 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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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骚 爱怨 拖延 自私 狭隘 诋毁 做事马屋 找借口 埋怨 自我 胆小 消极 自我 不前 冲动 侥幸 自以为是 嫉妒 计较 吝啬 急躁 虚伪 懒惰 自我膨胀 讽刺 容易放弃 我相信 今天还没有接受超码之前 大家 平良心讲 这个应该都占80% 对不对 这叫负能量 我100 我100 学姐谦虚了 好 踏实 无私 善良 正直 大度 热情 责任 责任心 好学 自信 亲和力 坚强 真诚 有爱 乐观 创新 换位思考 顾大局 绝对不找借口 诚实 诚信 勤劳 忠诚 付出 有涵养 奉献 勇敢 宽容 好学 这是什么 正能量 有没有 好 最大的正能量 是什么 你知道吗 请大家把下面四个字 念起来 爱 感恩 所以 所以来到超码 是要学什么 学习懂得去分辨正能量 跟负能量 学习用超码的力量 去把负转正 然后呢 学习懂得爱与分享 我希望今天大家 心门打开来 好好地回去 聆听导师的这首歌 你一定可以跟宇宙天地接轨 因为他这首歌真的有他的隐形密码 我因为这首歌揭开了我的生命密码 那我也期待你们因为这首歌能够收获更大 导师每一首歌都会让人家动容落泪 这是我实验的结果 那在这里祝福大家 那希望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分享能不能帮大家留下来 那慧亚因为利用两年的时间 我在这里精进不退 那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超越比我更前进 一定要留得比我更久超过两年 我们一起成长好不好 好 谢谢 感恩 非常感恩学妹 这个慧亚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分享 我一路跟着慧亚学习真的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精进 然后在工作里面随时 因为在开刀房会有很多的机会会碰到很多病人 那他也把他的爱付出给他的病人 我觉得一般的开刀房的病人都很可怜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万方医院的开刀房的病人碰到慧亚是幸福的 他会把那个被子递上去给他 然后那个家属就说 那是人还是鬼啊 半夜居然有人递了一床温暖的被子 他要讲是不是 来来来 让他来讲 那个真的是超常 超神奇的 不好意思 我在 这是我 我说三天三天说不完嘛 随便一个点我就可以想到了 这是在上 应该是一个礼拜前吧 就是我是麻醉科 有一个病人是一个人那个动静脉流的病人竟然开刀 那因为是一点多了 以前我的工作态度就觉得我怎么会有倒霉啊 三天八夜来开这个刀 这个刀一听知道这道天亮了你知道吗 我整天都要睡 整天都起来了 可是我当下就告诉自己 我跟这个病人绝对是有千年之约 好吗 运用了我们超级生命迷嘛 我跟他绝对有千年之约 他今天会遇到我一定也是我们彼此之间有那么一个缘分 整个麻醉过程都开完了 然后大概凌晨五点左右 然后我想说去看一下他的家属 然后呢我就去门口看 那真的就是因为先生开刀 太太在外面陪 然后就看他拿着一件薄薄的外套 然后就缩在角落那里睡觉 那其实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说 我应该送他一本千年之约 我把千年之约拿给他之后 他真的很冷 因为看到晚上真的很冷 我就进去里面 我们有那个大温箱 然后就拿一件很大的棉被给他 那个是温的被子 我就披在他身上 我那时候只跟他讲了一句话 我跟他说 你不必记得我是谁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作者 我的导师 他教我爱跟感恩 我现在把这个棉被披在你身上 我希望你永远记得这个被子的温度 你永远记在心里面 日后如果你有遇到别人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请你永远记得这个被子的温度 你不必记得我是谁 他披到那个被子的时候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彼此相看 你知道他痛哭流涕 我是忍住 他真的是痛哭流涕 他说非常非常的感恩 非常非常的感谢 后来到隔天 我值班休息 再一天去值班晚上八点 我碰到他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前一天晚上他跟他女儿讲说 他碰到这样子一个人 他就跟我说 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是人还是鬼 真的他自己跟我讲 我跟我女儿讲 那天晚上凌晨五点 有一个人拿一个很暖的被子 然后披在我身上 我那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 可是整个走廊就没有人 只有我一个人 他女儿还问他说 那那个人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他女儿就跟他说 他妈就跟他说 他穿绿色的 那应该就不是鬼啦 后来到隔天 我就碰到他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就握着我的手 他说真的是你 他说他当下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说你不必感动 如果你真的想要 杨姐我输一碰给你了 我说你老公在里面 脑流 因为那时候开完刀 还在江湖病房 根本打不了管 我说你真的 真的想要帮你老公的话 我说我地下室有非常多的书 你赶快去分享 赶快去发书 也许那是一个奇迹 后来他就跟我说 可是发书是 就我值嘛 会丢脸啊 或者是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么发 我说里面谈的是你老公哦 是你老公 你要救你老公哦 你还有什么好我值的 我不想想他当下 是否就我所谓的开悟了 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说我们随时随地 都可以给别人温暖 当你是正能量的时候 你给出去的那个温暖 他绝对收得到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蛮特别的一个巧遇 那给大家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